早上10點不到 中和優勢宗此外 擠滿人潮 原來是為了響應新北市議員 尤惠榮的公益活動 每人只要一張11月12月的統一發票 即可兌換一顆高麗菜 這次為了搶救菜農 尤惠榮和建商合作 購買100箱高麗菜 共1000顆公民眾兌換 而穆德的發票也全數捐給創世基金會 這次我們浦洋建設 他有準備100箱的高麗菜給我們 大約1000顆左右 那我們算一算 那也差不多這個數量 所以我們就也沒有做 太大規模的宣傳 然後也在我們的粉絲頁 然後請幾位那個里長做一個廣播 讓大家知道有這件事情 那今天現場來的相當踴躍 那我也是希望說 大家都可以領得到啦 不要空手而回 而新視波有限電視 也到場共襄順舉 向捐贈愛心發票的民眾 贈送紅包袋 祝福民眾能夠歡喜過新年 今天很開心 我們新北市議員 游輝榮這個響應 來幫助農民在發送這個高麗菜 而且是用捐發票來送高麗菜 那新視波很榮幸 能夠參與這樣的盛會 主要也就是農曆年也快到了 新視波也希望藉由這個紅包袋的發送 來跟我們所有市民一起來同享 這個過年即將的到來 除了當天的發票兌換高麗菜 市議員游輝榮也承諾在未來 會辦理各種慈善活動關懷在地 而新視波有限電視也會積極響應 抱持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的精神貢獻相禮 中間新聞林凱雅君綜合報導